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种是检测古人类的DNA 再跟其他的古人类或者现代人类做比较 推测人类演化和迁徙的历史 不幸的是这两种办法得出的结论不一定相同 那问题出在哪里呢 刚才我们说的那几种古人类都属于是直立人 而现代人类属于智人有种类的差别 争论的焦点在于直立人与智人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呢 我们还是从一个直立人的人古化石讲解 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差不多是一百多年前了 那时候全世界发现的早期人类化石都还很少 有几位考古学家在北京附近的周口殿龙古山一带 发掘了好几年 终于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头盖骨化石 证明早在几十万年前 中国就有人类生存了 这就是北京猿人 这个发现一下子轰动了世界 然而几年以后 抗日战争爆发 珍贵的北京猿人化石在战争中丢失 而今不知下落 所以在博物馆里展出的这块头盖骨很遗憾 它只是一个复制品 北京人生活的时间在距今七十万年以前 一直延续到二十万年以前 他们懂得用火 当然也能直立行走 不过长的样子呢 有点像圆 特别是头顶又低又平 没有大脑门 脑容量只有现代人的三分之二 多一点 不过 他们虽然不是最凶猛的动物 但是最懂得合作 他们几十个人结成一群 一起捕猎 守望相助 人类从一开始 就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 北京人被归类为直立人 那么智人又是什么时候 在中国登场的呢 从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往前再走几步 就是山顶洞人的头骨 这个头骨的原件跟北京人的头骨化石一起 在抗日战争中中丢失了 所以这是一件复制品 山顶洞人也是在周口店发现的 只是比北京猿人晚发现了几年 可是他们的年纪却差了很多 山顶洞人生活的时代是在两三万年前 从北京人头骨到山顶洞人头骨 我们在博物馆里只走了几步 几万年几十万年的时光就过去了 山顶洞人的脑容量达到了现代人的水平 应该比北京人聪明一些了 就连长的样子也跟我们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他们是智人 跟我们属于同一种类 在山顶洞人之前 中国也发现了不少早期智人的化石 像大利人 马霸人等等都是 山顶洞人是晚期智人 跟现代人的关系更近 也更有名 那智人是怎么来的呢 大多数学者认为 智人最早也是起源于非洲 十万年前 他们陆陆续续扩展到全世界 取代了原有的各种人类 成为世界上唯一一种可以叫做人的动物 今天地球上所有的人 无论语言外貌如何 通通都是智人 不过混血是人类历史上的常态 比如说有一部分智人 在地中海东岸地区 就曾跟尼安德特人发生过混血 经过几万年的基因融合 现在全人类都带有一小部分 尼安德特人的基因 还有一种曾经生活在 西伯利亚的古代人类 叫做丹尼索瓦人 他们虽然灭绝了 但是也有一点点基因 保存在美拉尼西亚人和东亚人的身上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 像原谋人 蓝田人 北京人那样的直立人 最终都灭绝了 可是直立人是不是也像尼安德特人 丹尼索瓦人一样 也有一部分基因保存在我们身上呢 答案是 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 研究人类进化的两种办法里面 古DNA研究这方面的证据 主张现代中国人是来自非洲的制人 跟直立人没有关系 有一些通过化石证据来研究古人类的学者则认为 东亚大陆的古人类是连续氧化的 直立人和智人之间存在着血缘的融合 根据本馆长观察 古DNA研究的支持者更多一些 不过东亚早期人类的DNA数据库还很不完善 积累的数据还不是很多 所以还有一些不能完全肯定的地方 好在人类遗传学家们正在努力工作 相信不久的将来 我们就能对自己的祖先有更多的理解 其实不管学者们的看法有多大差别 有一点所有人都承认的 那就是在人类眼镜的历史上 一直发生着非常复杂的基因融合 每个人的基因图谱里边 都隐藏着整个人类的演化历史 所以本馆长要说 我们也不用太纠结 北京人山顶洞人是不是我们的祖先 也许我们可以换一种想法 不管跟我们有没有血缘上的联系 他们都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早期居民 和我们一样 与这片土地有着紧密的生命联系 所以就算不是我们的直系祖先 也是我们的古老先辈 不过对于历经千辛万苦 终于取得胜利的智人来说 他们暂时还想不到那么远 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 是先要找到吃的 两手空空 怎么能喂饱自己呢 答案也许就藏在满山遍野的石头里 这片土地有点充满山遍野的石头里 我们就跟着尽的过程 你们全部都忘了 成全家的水 市贓 首要 最后 这就是 实际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